侯友宇,賴清德,柯文哲跟郭台銘比較支持誰? 大概就是目前的時政黨跟柯先生 感覺他副手當的也還不錯 有慢慢在建立自己的風格出來 柯文哲就是一名驚人嘛 只是就是說好像總統大興出來之後 有一點點感覺初心有點變 我比較支持郭台銘跟侯友宇 印象比較深刻是他在清門提到說 兩岸之間要有一個和平的協議 那我覺得這是現今台灣動盪的社會非常需要 柯文哲我覺得他比較不穩定 就是說他兩頭都想要拉人 但是我覺得他沒有一個中心思想 這個,愛這個台灣最明顯 就是對台灣會比較穩定會比較好 柯文哲 他做什麼方式都很有邏輯 說做就做 賴清德 會幫忙顧人民的人啊 處事很好 賴清德 他好像比較會做事啊 欸,好有儀 因為我覺得他蠻有爭議感的 他我覺得他一下子出來又一下沒有 一下子又出來 我覺得信任感不夠啦 戴清德啊 比較親和啦 親和力 比較不會亂講話 對的,老百姓也蠻愛護的 都不想支持欸,怎麼辦 投廢票 廢票聯盟 那郭台銘他有宣布他要出來參選 然後他要開始準備連署了 你支持嗎 當然可以啊 但是問題是民眾的支持度還是會參好 因為這有氣寶的效應 假如他跟他講的一樣的話 我想還是可以支持他的對象 這個因為還有時間一段時間嘛 不會 就是他沒有從政的基礎 然後一下就要選總統 所以我個人不會很支持 欸不會欸 他就是商人嘛 像康帆一樣嘛 對啊對啊 因為他從我到尾都沒有參與國政啊 對啊 他莫名其妙要說要跑出來說要參選 我很想去幫他連署 可是昨天我看到他的新聞 說他要當國民黨的不分區立委 害我就不想去幫他連署了 不是支持 但是我沒有去連署他 我就阻止戴金條 不會 你對他印象怎麼樣 才大氣粗 不會欸 萬華區這邊的立委候選人 吳沛宜、中小平跟余美人 你現在有比較綜藝的人選嗎 余美人 感覺他很親切 這三個人都還好呀 就是區域性的也還沒決定 我會投吳沛宜 因為我們有什麼事情就是跟他講 他都會幫我們處理得很好 吳沛宜吧 可以啊不錯 我也是吳沛宜 比較習慣啦 中小平吧 覺得他做事應該還不錯 還要觀察 沒有欸 差不多啊 好友以賴清德、柯文哲跟郭台銘 這四個人你覺得誰比較有機會當總統 自從郭先生出來之後 好像有把藍白的部分 對對對 稍微又分化了一點 那因為目前來講 民調的部分應該還是執政黨的 比較領先一點 不過其實現在還看不出來耶 目前的民調是賴清德 我覺得應該是賴清德 身邊的親朋好友 都是還蠻支持他的 柯文哲吧 因為我支持他 這個我不知道 好像賴清德 因為民調還是都比較高 我是希望是侯友宜啦 但看起來好像是賴清德副總統 可能比較大吧 應該是賴清德吧 各樣的那個 附身比較高 人氣也比較高 明顯喔 當然就民進黨囉 反正藍得太無聊 不團結就這樣吧 YAHOO 我才是是范清德